应该听过牛皮险吧 她的顽固性很难一次性治疗 让患者痛不欲生 与您分享一位勇敢女性的故事 勇敢在于她与牛皮险战斗的决心 其二是她勇敢地与您分享她战斗牛皮险的过程 为的就是希望能帮助与她同病相连的人 Jessica28年以来一直饱受牛皮险的困扰 病情反反腹部的 皮肤一层包着一层厚厚的 皮肤红肿 脸部也是红肿的 很干很痒 甚至裂开流血 反复发作很难受 不管工作还是在家 她都一直穿着长衣服 因为感觉别人会一直盯着自己 不敢接近她 怕被传染 为此她去了很多家医院看过 换了很多医生和疗发 可是收效甚为 有的医生甚至让她不要再来看了 因为无法解决 最后病情越来越严重 甚至影响到了眼睛 引起青光眼和白内障 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手术 手术后虽然眼睛视力有恢复 但是还是会有抱血管等现象出现 之后前胸和后背的皮肤也开始出现浓重 不得已又去医院治疗 治疗的过程很痛苦 最痛的是换药 感觉整个皮肤都被掀开了 在这些病痛的折磨下 感觉整个人生非常的黑暗 直到生命的贵人出现 给她介绍了营养免疫学 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开始接受炼美和携奏曲的组合条例 配合饮食的改变 经历三个月的时间 她发现自己发病次数逐渐减少 皮肤红肿开始改善 整个身体感觉变轻松了很多 到现在已经可以和正常人一样 每天都可以上班 不用经常请假 最开心的是可以穿短袖 可以戴手表 这对她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 营养免疫学给了她希望 让她过上了正常生活 Jessica鼓励大家 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如果您或您的身边 有受自体免疫折磨的亲友 请伸出援助之手 分享这篇文章让他们知道 也许这就是能使他们 重获健康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